台湾迈入高龄化 报导指出 约有31万老年人 罹患不同程度的忧郁症 65岁以上人口自杀率居高不下 今天的来宾 他们不忧郁 而且活出新生命 李志伟 为老人付出 管理老人家 就是要比他们还啰嗦 画占卜 从骑单车领悟到 慢就是快的哲学 康梦林 认为现在正是黄金世代 人生走到这 已不留白 陈云 当义工的日子 伴他走出流泪骨 关怀他人 让他赚得更多朋友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从自卑自叹中走出来 还能进而防住他人呢 同学好同学 但美好的费用上来 梦依然热血 首先欢迎来自于传神的好朋友 不要再骂人老不休了 如果年纪大了那一颗想要自己更好的心 然后希望自己永远不休止 并且踏上单车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习 是一件多么热血的事情 好久不见 同学好同学 举起你的右手 握起你的拳头 让我们欢迎老不休传奇团 欢迎来自于传奇团 请坐 感觉好像英雄出场的感觉 非常强 先问一下他们几岁好不好 问一下我们的花伯伯几岁 八十七岁还不拍手 对 我们的康菲菲几岁 93 还有我们的陈阿姨几岁 86 我们今天讲的是老不休 老而不休 那你们觉得自己老吗 不老 为什么 我心里很年轻 年岁老没关系 要我活着就有精神 就有精神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叫阿姨 叫姐姐 可以 所以问一下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成立这样子一个车队 其实在我父亲得了 帕金森之后 我对父亲的那份爱 我觉得好像无能为力 我就发觉我应该把 更多的一些我的时间 拨出来做一些关怀 所以我就开始 组织了这些老人 所以要带着老人做活动 相当的困难 然后我觉得那老人 到底有什么方式 让他们有活力 所以有一天我就在河滨 我就看到 脚踏车有一个老人在骑 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父亲小时候 常常骑着脚踏车载着我 然后当我父亲 在帕金森的过程里面 他也需要一些户外的活动 我就开始试着用脚踏车 他坐在后面 以前是爸爸载着我 然后他现在生病的时候 我就载着爸爸 以前你看的是他的背影 现在是他看着你的背影 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就发觉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而且我爸爸很开心 是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能不能用这个活动 推展在我自己 这一个协会当中 所以我就想说 借着这个单子活动 让他们可以少一点吵架 少一点的彼此的争论 然后多一点的赞美 而且你一句向心力了 一群哥哥姐姐们 当时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种运动 开始纷纷就开始加入 我要问一下 就是当时这些人 怎么互相认识在一起的 陈姐姐 我们现在是我们那个义工队 那也是我们参加传声 热点歌唱义工队 从唱老歌开始 大家聚在一起 对 所以大家都爱老歌吗 虽然大家都一口同声说爱 有没有哪一首歌曲 可能大家最有感觉 其实很多歌都是很经典 哪一首歌曲最有感觉 敬礼 大家都会唱吗 当然是他们的班歌 班歌啊 班歌 来听一下班歌好不好 班歌 来 对 为什么我要对你掉点泪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只有那种情人 只有那种情人 年泪都要分开 人泪不会掉下来 下来 好春才在开 春花正开 你折舍的手在飞 我再生归 我再生归 忘转就飞 你不要忘了我今生 深入海 为什么要对你掉点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点泪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要不是有情人 要不是有情人 跟我要分开 我眼泪不会掉下来 掉下来 我们才不掉眼泪呢 因为我们要开始 洗车咯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同学好同学 但美好的会涌上来 梦已然热血 传神居家照顾协会执行长李志伟 为了鼓励老人家 让他们的人生下半场 仍有个专属舞台 于是号召他们走出户外 准备 在2006年带领老人义工团 组成老不休传旗 我完全不会骑脚的车 但是我们的执行长发现了 我们这些光坐拉拉队 好像不够 希望我们也加入 这个骑车的这个队伍里面 而且坐游览车的时候 车子哗一下就过去了 一个景根本来不及看 现在我可以东张西望 看看这种风景 而且这个微风吹到的时候 哇 觉得很舒服 谢谢大家 老不休传奇 目前成员近30位 平均年龄75岁 十年下来 这群老不休传奇 光是环台已经完成四趟 而国外的长征足迹 早已踏遍上海 北京 新加坡等地 更在2014年完成了 一个月内从加拿大温哥华 骑到美国旧金山 全长2000多公里的路程 我觉得骑单车 最怕的就是老人家摔车 那我们会在团队当中 我们没有尽速 我们就是保持一个距离很近的地方 我们就是彼此一条线 一路就是彼此的照顾 一趟又一趟的骑程 当中经历过受伤冲突 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他们用同心合一的团队精神 以及包容和爱 勉励队友持续前进 影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我觉得年轻人都觉得很难了 更何况是我们的大哥大姐 你之前有为他们做什么训练吗 其实一开始有 我比谁都还要紧张 你想想看 你带着这一群爸爸妈妈 这些阿公阿嬷 大哥大姐 我必须说现在叫他大哥大姐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无法想象 因为他们从刚刚我们听到的 添的眼泪 他们喜欢唱歌 可是没有年轻人加入 所以他们老太隆重的样子 是你看不到的 你要带这群老人出去 我想应该找个专业的 Pro级的 结果你知道吗 他那个魔鬼级的训练 把我们搞得真的是人羊马翻 那后来我从他当中 也学到一些事情 因为我从小 我自己喜欢骑单车 都在你爸爸了 对 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骑单车会快乐 原来他不是在拼速度 他是一个让你的心 他心情愉快 所以我觉得那个呼吸很重要 所以我就觉得 从心情开始来训练他们 让他们懂得 你骑在路上就会有掌声 由理而外出来 对 所以特别地训练 我今天要第一次公开这个秘籍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训练 对 我们从内在开始 有期待开始 所以他们一骑出去的时候 就好像整个人打了泼尿酸 尤其你看那个陈阿姨 你看他那个端端端 那个 他开始骑的照片 跟现在的照片 你去对比 完全不一样 他之前是黑黑的 那你看他现在整个这个 你看 这个完全 以前还要抹那个防晒霜 对不对 现在他根本就是不抹 晒完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变白 真的吗 陈大姐真的是这样吗 对 你之前有很惨吗 有啊 比较忧愁 比较忧愁 所以他现在说你吃苹果鸡 你自己的点头如捣蒜 应该拍手对对 那我也这样 华大哥 华大哥 那你本身听到这样子一个 要骑车这件事情 对不起我们也已经年纪大了 为什么你要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是 这样有意义 还是会有体力的限制 不怕摔跤 不怕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蛮怕的路段 之类的 有 就是上坡 上坡我们也怕 上坡 看到上坡会想放弃吗 没有办法放弃啊 队伍的 你落下来以后 这个负担很重 康大哥呢 你呢 当时会有想不要再起了 我不要参加的念头吗 没有 为什么 人生有三件事情 一个是使命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努力 有这三个力量推动你往前行 以及人生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他是军人 真的 他献兵 他献兵啊 所以康大哥你是献兵啊 对 我开始十万青年 十万军 对 你有经历过抗战时期 十万青年 十万军啊 对 我们康大哥其实现在视力 是有一些状况的 就是视力 我其他没有毛病 我没有毛病 我只是看不到而已 看不到 太厉害了 你已经查了个 你知道我们骑单车的时候 他全部听口号 我三个月才坚持 一直看眼睛 其他的 他是青光眼 然后他只能看到光 所以当我们带着他去骑车的时候 怎么骑呢 我也很担心 但是他很服从 他刚刚讲的 我就说前面红灯 他就三 二 一 他自己停下来 nice 对 然后当我说绿灯可以骑的时候 我说 来 我说 来 他就用 我说 红绿灯 他就一 二 三 真的是军人 对他用军人的口号 但是他服从 他服从 了不起 但大家现在 包括我们台下的穿绳的好朋友 以及我们台上的来宾们 有没有人跌倒过 摔车过 有没有 跌倒过 摔车过的请举手 我叫颜少美 少美姐 去美国的那一次 是 应该是前年吧 那本来是骑得很开心 虽然那个爬坡爬得也是很累 很难爬 然后可是用S型这样还是爬上去了 爬上去我本来还很高兴跟执行长说 你看我上来了 然后结果在骑骑骑骑 然后天黑了嘛 天黑了我就想说 我的眼镜已经看不到了 那个太阳眼镜 然后我就把他那个眼镜翻起来 翻起来 翻起来的时候 我最后的印象就是 看到前面有光 就这样 然后再醒来的时候 就是我在医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是人家告诉我说你摔车了 你又是骑到了异次元空间 差不多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我那时候醒来的时候 我还想说到了是不是 到旅馆了 我想说怎么会那么快 双梅姐 你到底多严重 这边那个肩膀骨折 骨折然后还有那个脑部有一点出血 所以才造成我昏迷 这么严重的情况 我们听起来很严重 当时你想参加车队的时候 你有想过有这么一天吗 我可能会摔跤 我也可能一个气上不来 我有可能会死亡 家人会阻止你们参加 从来不曾想过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快乐 会有家人阻止的吗 有没有人是家人阻止 说不要参加 大家都同意 全部的人都同意 执行长 不知道这样子责任感 你会不会 你要爆哭了吧 一个人受伤了 如果告诉你说 我没有压力 那是骗人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有一天我会老 到底我要什么样老人生活 我要什么样的品质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每一次召聚他们 他们只要有欢喜的心就够了 那其他的安全 这些都要去做 没什么大爱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骨折却没什么大爱吗 其实是还好 就是手抬不起来而已 你也很勇敢 其实还好我只手抬不起来而已 真的是给他掌声 会埋怨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自己摔跤了自己的事情 你会这样想 你不会想到可能早就不来了 你为什么不先去来看一看呢 这一点我要补处一下 他之前有怪我 他常骂我 他会很会气 速度很快 你不要看他已经是 他是阿嬷姐妹 是 但是他的体力够 因为他们有一股气 如果你不让他气上去 他们气会没了 就爬不上去 是 所以我常常会压他们 我说你不要超过我 后来他其实那一次的时候 其实我在说 他说 如果你让我骑上去 就没问题 问一下我们的华大哥 华大哥 这么开心的一个团队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荣耀 或很快乐的那个时刻 在你骑车的时候 有 我特别讲这个 上海到北京 我们入京这个 黄河大桥 是 正好碰到大修 那么只有自行车个行人 是 可以上去 好爽 结果我们每一个人躺在大桥上 找个像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时分 是大家都可以躺在那边 对不对 对 有几个人可以躺在黄河之上 像对我们量身定做的一样 特地上这个旅程是为你量身定做 就是有这么一个景点叫做 我们把桥进空 让你们躺下 因为一般人也以为都疯了 所以一般人也不知道 只有这个车子可以 就脚踏子可以过 所以桥上根本没人 真是一群老不休 江浩 那个休息的休 对 休息的休 但是我们一直说到 这一群会骑车的朋友们 他们不是为了创造记录 他们目的是为了帮助别人 老不休传奇队不是为了破记录而存在 是为了帮助还有梦想的老人 现在他们每个月 至少进行一次车队居家服务 将朝气活力分送给人 很期待就今天要去青年公园旁边的中正国寨 去关怀那些独居的老人 然后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哥哥大姐姐 甚至比他们年纪大的都可以骑轿车 去为他们做服务 踩过了大半个台北城 老不休其事 不喊苦 不喊累 为的就是要来探视关怀一群年纪 和自己相当的独居长辈 奶奶 奶奶在吗 哇 小孩小孩早上班 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 那我就进来了 越玩越有兴趣 等于一个家庭一样的 这么有爱心 那我就进来了 越进来我就越坐越紧 现在早上比小孩都早出来 晚上有时候比小孩要往回家 这群老不休其事 一路上彼此照应协助 并以行动证明自己在近黄昏的人生阶段 还有余力照顾别人 着实成为华人老人的祝福 骑车是团体的生活 并且都要过夜 也是团体的生活 帮助别人也是团体的生活 在团体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互动 有很好玩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比如到某一个地方有可以游泳 但是我们没有带游泳池怎么办 没有带游泳衣怎么办 后来就去附近去买 但是那些游泳衣都是年轻人 不管年轻我们还是上 是不是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女生的车手们漂亮还是很重要 当然是 当然是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扮吗 除了车衣之外 还会特别打扮一些小小的细节 你会怎么特别地打扮 在每一次出车的时候 我们平常有围巾 然后我们就会买比较亮一点的 漂亮一点的 是真的会这样 会上妆吗 会 一定会上妆 为什么你需要这么麻烦 这骑车就是流汗 为什么你要这么麻烦 这个就是女人嘛 漂亮很重要 就出去就算是我们年轻大 还是要美美的出去就对 那男生怎么办 女生是这样 男生也要美美的 男生怎么互动 花辣哥 男生 男生我们在骑完了以后 大家互相垂背 你要示范背 好 来 站起来 我就直接要来示范 对 对 垂背怎样 这样的 你 是 他也要帮你垂背 还是你是比较小 互相的 不是学长制 我以为学长制 怎么按摩呢 他比较凶 有仇报仇 就这样子 请坐 这是固定的 因为我跟你讲 真的是那个肌肉会很酸 很紧 所以要拍 所以他们会拍 像他你看 93岁 他还可以蹲下来拍到屁股 还拍到脚 对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 很兄弟 这个东西 真的 对不对 我帮你拍一拍 你帮我拍一拍 那大家在骑车的时候 没有骑车的人要干嘛 没有骑车的人要干嘛 拉拉队 拉拉队 来 帮我们讲一下 红色衣服的姐姐 拉拉队要做什么呢 我们有一部游览车 是 我们把所有的 不管是饮料 香蕉 医疗的事 所有的东西都在车里面 是 当他们骑到一个定点的时候 他们骑车的人都下来 我们拉拉队先下来 每个人排队 敲鼓 然后给他们喊加油 等到他们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毛巾 水 巧克力 香蕉一定要吃 怎么做 比如说要怎么做 有没有固定的加油的声音的方式 有 来 带一下 怎么做 怎么做 齐俊的右手 握紧的拳口 然后出发 Yay 然后Yay之后 他们的拉拉队就怎么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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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要这样子 每一次都要这样子 每一次就比如说 我们到一个集结点的时候 有人会速度快 对不对 他们会从这个 第一个一直欢迎到最后一个 然后拍手 那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进到那个休息区的时候 像加油站 每个都像英雄一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说 对 他们得到掌声了 他们是英雄 他们是明星 可是你们没有光环 没有光照你们身上 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事情 不会 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 你一定有后面支援的团队 你一定要支援他们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加油 原来如此 对不对 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马上给他 供应给他们 你们就是补给站加油这样 对 然后安全 或者是有受伤 擦药 什么都是我们这些 拉拉队要负责 我可以讲一点 拉拉队对我来讲非常有用 怎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我骑到 好像是宜兰嘛 那本来我很高兴 看到拉拉队了 远远看到 我想快要到了 到人类里原来有一个上坡 所以他必须骑上去 怎么办呢 他们说加油 加油 陈云 加油 我那个好累 我也要骑上去 就是本来快要放弃了 可是大家都在旁边为你加油 他们已经好累了 是 上坡大家都放 所以他对我们很重要 拜托你们以后看到陈云 不停地讲加油 是 陈云 加油 对 他们一下车 我们就抱着他 给他插 然后鼓励他 然后也开始拍 对 然后我们都会感动了流泪 是 你们也让别人感动流泪 因为你们帮助过很多的人 可不可以说说看你们 有没有一些辅导过的案子 可不可以说说看 你有没有辅导过哪些朋友 的浩然 辅导过 浩然就是那个吉弟兄 是 我们把他带出来 他后来成为我们传神的 第四期 第三期的义工 吉大哥 吉大哥 每个月柏日柏日都会去 我刚进去的时候 对他们去访识我了 好像没有兴趣 讨厌干吗 喝那边好了 我听说有那个老哥演唱 结果我对老哥演唱很有兴趣 就去参加了 去了那边非常地快乐 学习了很多 去怎么样去帮助老人家 自己也非常地高兴 所以跟指寻长说的是 本来是一个被照顾的 现在也开始要照顾别人 对 对不对 现在我也照顾很多了 你也照顾很多 包括我们老人院的里面的人 是 好 谢谢各位 一开始看到的我们的吉大哥 跟现在看到的 你可以再形容一下 还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候他酷酷了 不怎么理我们的 后来怎么做到呢 后来因为我们带他出来 后来跟他沟通 也知道说他可以 我说那你可以也来参加我们传神义工 他也很愿意 而且他很喜欢老哥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他就是蛮孤单的 他的兄弟姐妹 他愿意说了 对 他愿意说 他愿意说出心里的话 对 以前一开始是酷酷的 对 大家可能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故事 是 那除了男生 有没有辅导过女生 有 我们那个中正国宅 就是宁阿姨特别 叫什么名字 宁迪隆 宁阿姨 宁阿姨 他怎么样 照到你们的分配来 应该也是宁大姐 宁大姐 宁大姐 你跟她怎么互动呢 宁大姐就是刚刚刚好 她是属于我的个案 那我们跟她常常就是说 我们去关怀她 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 台风我们不能去 而且我请假出国不能去 我都会用电话给她关怀 是 我一时候在国外 我会用电话 我私人用电话给她关怀 就我单方面听 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其实我们被关心的 最怕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见了 你只是来一来 蜻蜓点水一下下 可是你会出国了 还是给她电话 是 我们还是会 这会让人觉得很感动 问问看当事人如何好不好 好 再来欢迎我们的宁大姐 请宁大姐进场 在这边 欢迎 欢迎 小心... 神秘嘉宾 欢迎戴姐姐 好 谢谢... 您坐中间 来 坐... 她很忙 她也要回大陆跟忙 很忙 但是我们特地请她来 我们来聊一聊 同学会就是要有些惊喜 惠奇大家 很辛苦... 好 我们的宁大姐其实 这几年身体不太好 我从头肉脚病 我有癌病 我有癌病的时候胃口不好 陈云姐她从家里租八宝租了送我吃 她去美国她打电话问我 现在怎么样 要好好保重身体 要这个... 所以你有癌症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凡是她 对... 她有跟我讲 所以我觉得也蛮... 现在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 现在我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你开始超健康 感谢传神 那我们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面对面 有没有什么话简单地 对我们陈大姐直接说好不好 谢谢陈云姐 你跟我很多的爱 跟我很多的关心 跟我很多喜乐 我感谢陈云姐 因为我心态改变了 我现在天天平安喜乐 是 那陈大姐有没有回应一下 我觉得不是我很多那个 因为我从神那边学来了 我觉得应该要 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关怀 我觉得那个陈云姐 她真的... 她能够把知心话跟我讲 她生理不书 我是应该的照顾她 我没办法 那只能够为她祷告 为她问候 是... 就在这方面 你知道吗 谢谢 你们单位真的是给她记忆 你看她眼光都... 泪神都出来了 要不要去抱抱她 你们来个抱 真的很感动 你们制作单位真的很有心 小心 谢谢陈云姐 谢谢陈云姐 谢谢 来 请坐 你会不会感动的想要哭 因为生病的人有这样照顾 为什么我会感动 因为那个时候 我先生得病 没有人帮助 我女儿也在 我会参加传着的义工 也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生病 我们要找一个义工 没有 所以我觉得 我做这个义工 我很高兴 我能够服务这样子 传这个字有传承的意味 因此我们非常要欢迎 跟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因为传奇老人的带动 越来越多曾经接触过 或听过他们的人 都深深地被这群长者的生命撼动 许多热血的年轻人 也一同加入传神的居家关怀行列 跟着老人一起骑长号车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都想说 我是年轻嘛 然后有活力 有认识 然后就觉得 我好像可以互航 我从一本骑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到后来已经慢慢在后面了 然后我就发现不对啊 这些不是说都是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的老人吗 然后都从我旁边一个一个过去 然后说杨卫 拜拜 加油 要换气啊 要换胆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 哇 这些老人好厉害 然后不知不觉 我就丢到最后一个 年轻的脸庞 出现在传神的义工队里 混龄搭配的互动 激发起更有效率和崭新的观点 跟长者们相处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没有那种年龄的距离跟限制 所以我们相处就好像我们都是同辈 那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我们会忘记了年龄 也会忘记了说 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那我们在一个这样子每一次骑单车 或者是到日照中心去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同在一起的美好 把爱传出去 让更多人齐心投入老者的关怀服务 是传神的终极心愿 所有年轻人都是我们的生力军 都是我们的宝贝 但我们别忘了 我们这些都是现场 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全部都是年轻人 但是真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要带气氛 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要跟其他的年轻人 老人相处 应该怎么办 应该有一些撇步 对不对 没有错 将心比心 我觉得我们去到这些安养中心 或到不同的地方去 不是我们致嗨 我们要分享出去 所以我们要看到每个人的眼神 看到他们的肢体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里面 都会想办法就是 虽然骑单车已经够累了 到了之后大概五分钟 把气 心情挑适下来 黑口水 我们就进入道里面 就带着他们一起律动 怎么带 比如说我们现场要叫大家 其实在北部跟南部不一样 在北部我们讲国语很容易 可是到南部有些阿公阿嬷 一定要讲台语 所以我就用从哪里 我从台语歌开始 所以我一去 那些阿公阿嬷看到我也很喜欢我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管说 我也认识没认识 阿公阿嬷 我们现在一起来跳舞 来唱歌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 《三国》 《丹子脸泥》 你会唱吗 《丹子脸泥》 对 为什么你这样吗 你希望大家等一下吗 其实我要说 有的时候那个爱在心里口难开 有的时候他其实想说 因为口齿不轻 所以这首歌也唱到他们的心里面 是 其实有时候人等一下 那个爱给我稍微装化一下 有时候你知道吗 不是我不说 是我害羞 会唱《丹子脸泥》吗 大家会 这也是我们的班哥 因为 你们班哥好多 因为执行长会唱 对不对 他们就必须要唱 班哥 丹子脸泥 大家一起来一下 你也OK 掌声准备 怎么带 我要动作 还有手语 好 再来 OK 再来 动作 我再来 但是你也 importante 我再来 再来 去旅程 我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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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 条 我觉得 你的 你 都是 我再来 你 每个人都要 我再来 我再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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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這一首歌是我的 第一首台語歌 第一首歌曲 這是我台語還講得很冷凍的一首歌 我覺得你們聽到歌就會嗨 真的會那個詩神會抓回來 陳大傑就迫不及待想站起來 完全不管我們的鏡頭了 本來我們就是站的 本來就是站起來 其實我們剛才看到大家都非常有朝氣 跟活力 2006年他們就開始醞釀這股活力力到現在 可是當年有哪些大事件呢 一起來看看 當年並榮獲世界極地超級馬拉松巡迴賽總冠軍 同年的11月7日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佈與國際合作的調查指出 台灣13歲以上人口運動量 在世界各國中排名倒數第一 騎自行車比健走消耗更多熱量 也比慢跑適合退化性關節炎患者 大家一起動起來吧 今天看到這群大哥大姐除了我感受到老當益狀之外 我也看到了扶持 扶持包括執行長對於大家的扶持 其實也是大家對執行長的扶持 像爸爸媽媽一樣的教育他 另外我也看到鼻子之間 像同學像朋友般的扶持 還有另外一段扶持就是 我相信很多的家人是又擔心又開心 在參加類似的騎車或是服務的動作 我們先聊一下 康大哥 做義工跟現在騎車 你做了這麼多年的這件事情 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的感想是當義工 生活人生感覺最美好的事 但是當義工要有當義工的挑戰 第一個就是要受到義工的教育 教育工的指導 就是我們資格 第二個我們要懂得老人 關懷的老人 要懂得社會老人福利 第三個要懂得周遭人的支持 就是我們要了解這件事情 要達到對於關懷者的心深處 如果要他強行講話 如果要他舉手 如果要他以待 非常地感謝我們 所以也有這些事情 我當然有很多的實力 謝謝 我如果要幫助或幫助他們 他們其實你需要的什麼事情 他如果使他講話 就要了解他的心深處 要他指導指導我們講 這些事情 你在鏡頭面前 這麼有活躍這麼會講 在家裡也是大家都在聽你講嗎 家裡 家裡也是另外一半聽你講嗎 家裡的話可以 我的小孩子和家人 大概因為我不是軍人 但是軍人一個明明的東西 我講的話沒有孩子不聽 嚇死人了 沒有孩子不聽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父 我不是站在對方的臉場 法師 我不是站在對方的臉場 像一像 是 要容忍 開一步開開天空 是 聽你別說 但是不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忘了看你的另外一半了 今天的康大姐 也就是康太太也來到了現在 因為我跟她結婚 三個五十周年 是 就一路嫁給她 到現在我的一直在聽她的話語 根本沒有反對她所做的 是 尤其做這一公一塊 本來我是沒有要跟她在一塊 可是她一直講說這個塊不錯 叫我去看一看 她也是很鼓勵我走出來 那我就跟她走到這個船上來 給我很多的感動 例如哪些感動 對你有什麼感動 像我們這個執事長這一塊 她就在了這些老人家 那我們就認為這個機構 對我們來講 是我們要進去的那個地方 因為她彼此 我們在去服侍的時候 真的給我們看到很多的感動 那些老人家有的 真的有的 我們剛進去 他們不接受 可是我們就是 我先生帶我進去以後 我看到老人家 尤其他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從她不認同到認同 那我們就這樣子 彼此的相愛在這裡 了解 對 我們在家裡都是 她在做主 我們就聽 她在家裡真的就是軍人 對 因為她是軍人 不管怎麼樣我們是 會不會怕她 不會 還好 因為她所講的話 我們都是能聽進去的 不會說去反對她 因為她畢竟是我們家的頭 我們不能去反她 只要她錯 我們會跟她講一下說 你這話不對 那我們就用溝通的方式 來跟她溝通 她聽得下去嗎 對 她可以 我們看到的康大哥 一直很MAN 你也看起來非常的溫柔 我很想知道 有沒有康大哥 很溫柔的時刻 她有沒有對你說過一些甜言蜜語 有 因為那是因為 我看到在這塊裡面 一開始她是比較沒有 可是這種傳染過後 她是都會跟我講說 老婆 我愛你 你對我很好 可不可以康大哥 直接把心裡想對老婆說的話 用簡單的話語對老婆說 好比我愛你之類的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你很開心 我感謝你 陪伴我人生 走我這個人生正確的道路 我有過又來世 來世我們在一起 就忍諒在一起 謝謝 我愛你 謝謝 你沒說老婆我愛你 有了 她辛苦了嗎 感謝她嗎 那一次愛你在心扣兩開 拍手 還有我們的華大哥 華大哥跟華 媽媽也來到了現場對不對 你好 她有像類似說過這樣子的 甜言蜜語或溫柔的話語嗎 她在內心 好體貼喔 你又怎麼知道她在內心講 她不會表達 她不會表達 會不會現在很想表達一下華大哥 我只從來到傳神以後 他們都一直都支持我 包括太太孩子們 那是無庸置疑的 讓我才無後顧自由 是 所以我才能夠借著這個騎單車 傳神給我這個舞台 讓我演出這個生命的故事 是 讓人家看到 是 我們的神真是愛的 是一個愛的神 可不可以專門對老婆說 因為我非常感謝老婆 這個我離開家的時候 你都放心 放心我像過去 軍中的生活一樣 等於說 一出去有的時候 我們現在盡量的能夠 有活動我都帶著她在家 對 她現在也是車隊的一分子 對不對 還有穿車衣 要不要回應一下我們的華大哥 我感恩 感恩我們都那個 信上帝一致 都是 都是靈禮相同 榮耀上帝 謝謝 其實要車隊能夠出發 或是每一次的服務或公益 要有多少人的幫忙 不僅是我們幫忙別人 別人給我們機會 要我們幫忙他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人啊 物啊 錢啊 心啊 共同匯集在一起 才能會一次一次的出擊 一次一次的成功 但我也想到今天 如果在現場 在結尾的時刻 如果來一位 你們想像不到的神秘嘉賓 會讓我們今天的同學會 會更行更行的圓滿 因為我們很難得 很難得看到他 他也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幫助 讓我們掌聲歡迎 馬知晴 歡迎 歡迎 歡迎馬姐 拍手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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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得看到他吧 對不對 拍手 歡迎 馬姐 您看到這一群 像家人一般的兄弟姐妹 你們什麼話 現在的心情是如何 很久很久都沒有看到他們 他們身體還是這麼好 是 你好棒喔 康博你好棒喔 是 所以你本身其實也是 車隊的一份子 是啊 我已經十三年有沒有 對 您都有騎啊 都有跟著騎 其實我比較少騎 因為我跟警長兩個是分工合作 是 他又要帶隊騎 是 那還有一組人不太騎的 或者他們等一下騎在 拉拉隊的 那麼我得稍微做一點管制工作 是 管理 紀律 安撫對不對 您自己騎的時候 有沒有跌倒受傷的情形 有啊 也是 第一次我們從 您居然在笑 我們從上海到 你知道對不對 到北京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的左耳聽不見 所以有一個朋友 他從我左邊很快地騎過去 所以我大概被嚇倒了 整個就摔出來 但是你還是照做 即使摔了還是做 摔跤總有的嘛 走路也會摔跤 是 馬姐 其實你旁邊這一位 這個也很了不起的原因 是因為他等於是精神指標 對不對 如果他能夠突破了某一些的 警長是不是 他某一些的里程 如果達到的話 對大家來說是很鼓勵的 一個方向 沒錯 他是整個隊伍裡面 都騎得最慢的 但是他都完成 所以整個車隊這幾年下來 其實我從帶著他們 我必須說你剛剛講的 不再專業 我就再一個同理心 我們要一個 為什麼都叫同學 人一生都在學習 學習彼此尊重 彼此扶持 正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當我們難過的時候 與哀哭的人同哀哭 與喜樂的人同喜樂 所以華波波他是一個 精神指標師 你可以看到最後拉拉隊 我們有時候等了 可能等到15分鐘 但是他堅持 騎虎南下這四個字 他總是把他騎完 所以等到他最後 到達我們目的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我們並不是來坐車的 尤其是康波波 常常跟他講 我逼他 所以你要上去保姆車了 因為天氣太熱了 因為他年紀最大了 他講什麼 他說我不是來坐車的 我是來騎車的 所以剛剛我們的對話裡面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一個內斂型的 話波波 他是不講話的 內斂 外放 他是外放的 中間是女王 對 你可以想到 我帶他們帶得辛苦 真的了不起 拍照 我要問 馬姐 我們今天做完了 這一整集 非常的溫馨 開心 還流了淚 對不對 我們到底要給社會 怎麼看老人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是老人 沒有 你是金鐘女王 我這個 一上了74歲 一定就是老人 對不對 我也是老人 可是我覺得 我們傳承的老人 特別開心 因為我們這個中間 有一個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 把他全副的精力 都用在我們這些老人的身上 他去想點子 他叫我們騎腳的車 反正老人不可能做的事情 他都完成了 是 而且是讓我們開開心心的完成 還不是說有抱怨 有幹嘛 都沒有 是 他每天出各式各樣的點子 只是為了讓這些老人開心 開心 是 這個是真的滿佩服他的 我要謝謝馬姐 其實真的 他跟我媽媽年紀是一樣 可是我不覺得他像媽媽 在整個隊伍當中裡面 其實我們常常會爭吵 他脾氣會不會很凶 不是大家都說他脾氣很大 我必須說 你講的一點都沒錯 可是你知道他很善良 我覺得他發出來之後 其實之後他會跟你講 你有看過他演卓夜星辰嗎 好恐怖 好厲害 當初我特別喜歡他 就是他演那個 從小時候那一幕 我覺得他的那個母性 他的那種愛 其實我真的說跟他演的是一樣 他可能看起來很凶悍 其實他內心裡頭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熱對不對 所以在 其實在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當我在整個車隊裡面 其實在最軟弱的時候 是他在旁邊 我們就像真的同學 心靈就通了 心靈就通了 他知道我整個從白天 你知道為了他們的安全 甚至有的教練也很 我們請的教練有時候也很驕傲 是 所以整個隊伍裡頭 唯一能夠在當中裡面 跟著我一起安靜下來 甚至跟著我一起禱告 就是他說走我們一起來禱告 所以其實你們的角色 又是很明顯 大家有時候又有混合在一起 更鼓勵更多的老人 或是我們鼓勵整個社會 如何關注老人 其實社會關注老人 已經是一個勢在必行的事 是 是因為現在老人 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走到哪裡都看到老人 我只覺得自己做一個老人 要做一個開心的老人 就像我們一樣 我們一出去了 開心了 我們什麼都忘記了 對 就是小孩了 管你幹嘛 反正我很忙 這是 我自己生活很忙 我很忙 很充實 我每天有這個有那個 即便我空我也要假裝說 我很忙 這個跟小孩要稍微保持一點距離 那麼我覺得老人家比較開心就是 我們做各式各樣的運動 像我現在每天 雖然我沒有跟他們騎車 可是我每天要做兩個小時 到三個小時的運動 就是維繫 第一個 我自己不要生病 對 如果我不生病 可以讓孩子們 減少很多的負擔 同時對孩子們 我相信在座的老人 對孩子們有的時候 是有點看不順眼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你完全沒辦法指揮 但是我沒有這個同領心 就覺得他們是他們的時代 對不對 那我們抓什麼的 我們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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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騎腳的車 就像康伯伯一樣 你叫他下來休息 他用他的四川話講 我是來騎車的 我也不是來坐車的 對不對 我是來騎車的 我不是來坐車 這是我們抓的夢 了解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夢 即便我們現在這個年紀 這個夢不能夠少 還有夢嗎 當然 夢的請舉手 有夢 大家要舉手 對 所以 我們今天沒有什麼好結語了 我覺得最棒的一部分就是 那我們就去騎車 並且我們相約 五年之後再來開同學會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而且謝謝 謝謝 感恩 謝謝 謝謝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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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老不休同學們 擊取你們的右手 握進你的拳頭 出發 出發 對於這些老不休 你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說呢 還是要給他們更多的肯定 更鼓勵的趕快上我們的同學 好同學 謝謝 粉絲專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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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